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空前绝后满天飞》 故事一开始,大壮曾经是一名飞行员,但因为一场空中事故从此留下了阴影 改行做了出租车司机,这天大壮的空前女友向大壮提出了分手 大壮有些不明所以,她急忙赶到机场想问个明白 然而女朋友马上就要登机飞行了,有些慌乱的大壮赶紧买了同班机票 想在飞机上向女朋友问个清楚,飞机上女朋友走到哪儿,大壮跟蹈哪儿 这让女朋友有些厌烦,有些无奈的大壮和临座的老太太聊起了天,说起了自己的恋爱史 慢慢的大壮沉浸在了自己和女朋友的美好过往中,看来她真的很爱女朋友 尽管大壮讲述的很认真 但邻居老太太有些听不下去,年轻人的轻轻我我,直接选择了上吊自杀 很快,大壮的临座又换了一个人,这次是一个带着小胡子的日本军官 大壮又开始向军官讲述自己的爱情史,这下子日本军官也听不下去了,分分钟切副字了劲 接着大壮又和一个印度男子落起了磕,印度小伙听得有点想要点火自焚 就在这个时候女朋友走了过来,原来这班飞机机长的身体出了问题 现在不能继续驾驶飞机,他们需要大壮来拯救飞机上的所有人 与此同时,飞机上的乘客身体也出了问题 原来是飞机餐里的变质肌肉导致的食物中毒 中毒的人开始不断的口吐鸡蛋,这产量和速度堪比一个养殖场 此时飞机上的医生建议立刻降落,否则这些食物中毒的人会有性命之忧 而驾驶舱里的大壮又想起了当年的阴影,显得非常不自信 但一想到这件事可能会挖回自己在女友心中的形象 大壮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只见在他一顿乱操作下,飞机迅速发生了颠簸 这可把飞机上的一位女乘客下的心脏病突发 空姐及时走过来安慰女乘客 不过这安慰的方式倒也是够独特的,直接扇巴掌 这还不算完,飞机上的乘客轮流拿着工具来安慰女士 看这驾驶这女人的脸部肿成猪头是挺不下来的 很快怀疑飞机出故障的乘客越来越多,为了安慰飞机上的人 医生带头告诉大家飞机上现在一切安全 正有一个一流的飞行员在驾驶舱里驾驶飞机,大家一定不会出事的 其实这话医生自己都不信 于是很快说假话的医生笔子越来越长 另一边大壮一步步熟悉了飞机的操作 并和地面管制中心取得了联系 管制人员表示请大壮立刻寻找机场迫降 终于大壮克服了心理阴影成功降落 保住了飞机上的所有人的性命 这一次的事件让女朋友对大壮重新拥有了信心 当即对大壮毁心转意